把這個畫面錄進去 那到時候的話呢 這個畫面 它的 這個右下角會出現我的人頭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webcam 會把我自己收錄進去 然後呢 畫面的主畫面 右下角會有我 OK 然後如果你們需要這個影片的話 到時候跟HR 到時候看什麼方式吧 Gmail給各位 你們再把一些細節從聽從看過 因為我看一下兩個問卷 好像有蠻多同學 其實真的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跟不上 那你不要有壓力 回去的話慢慢再看 那如果比較跟得上的同學 沒關係 你可以再多做一點東西 可以提出問題發文沒關係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大概介紹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們這門課 是基礎班的 那當然另外有個進階班 進階班的內容當然相對會比較困難 而且講的會比較快 尤其有些地方的話呢 大家會認為說你們應該會 所以就會講的比較快速一些 那如果入門班的話呢 那我們會講的步驟 步驟會稍微慢一些些 但是也不可能說慢到這個 就是一個程度啦 所以我會取一個中間值 就是會讓你有一點點快要跟不上 但是又不會完全跟不上 好 這很難拿捏啦 尤其有時候每次上課 那個落差太大 有的是一分的 有的是九分的 就是中間 怎麼抓 所以我抓個中間值好了 OK 那我們自己再去 自己再調整一下吧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主要 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人 其實需要的 並不是 不是跟你講一堆理論 然後怎麼做 做不出來 而是教你直接 就告訴你怎麼做 所以呢 我們這個課程上課 基本上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 直接拿範例的問題 先問你怎麼做 然後你試做 你一定會可能做不太出來 那我再告訴你怎麼做 會是比較好的選項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 有六個案例啦 這六個簡單的問題 那當然也是 輕選過的 因為這 我教這門課程 也蠻長一段時間的 大概算一算 大概 大概有二十年的時間了 OK 所以我對於這個工具的熟悉程度 那當然有一定的了解 OK 那就是粗淺的 給各位一點點的經驗分享 那不要 讓各位走冤忘路 浪費太多時間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是有關那個電信業的 會員手機 互換的這個功能 那當然如果你要統計 那個會員裡面 到底年齡層的分布 那年齡層分布呢 如果要以那個民國年 而不是以西元年 比如我們習慣用幾年級生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生 八年級生 那哪一個族群 這人數最多 那我們用辦法很快速的 就知道這個答案 如果你有個會員資料 你的會員族群 最大宗的是在哪一個區塊 有沒有辦法馬上分析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有個範例 第二個第三個資料 都是來自於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上面都有提供 比如說零售市場的行情 比如說你要買一個蔬菜 比如說像青蔥好了 到底哪一個市場賣的價錢最低 歷年來最低的 OK 或者是說 2019年最低的 那大概會有一個平均值 那平均值之後的話 哪一個市場買到的價錢最低 哪一個市場買到最高 那你可以排序一下 所以其實 大家還是需要做排序跟篩選 有沒有 你把青蔥篩選出來 然後再排序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呢 還有住宅切到案件 比如說台北市哪一區治安最差 最容易找小偷 答案就有了 開放資料上面就有了 然後哪一條路上面 失界率最高 開放資料上面就有了 那你只需要什麼 取得這個資料 但這個資料裡面呢 有某些欄位沒有 比如說沒有區 沒有區你就做不出報表 怎麼辦 把區變出來 但是有地址 你要把地址裡面的區 抓出來 然後呢 它沒有哪一條路 那你要把某一條路 從地址裡面把它抓出來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資料抓出來 有點像原子 Rodata 你要把原子資料 抓過來之後 產生一樣的那個欄位 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你沒辦法丟給樞紐分析表 因為樞紐分析不會自動幫你產生 那個欄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表的應用的話 一定要記得 你要有那個欄位 對應的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對應欄位 那你根本跑不出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意思是說你就做不出報表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四個的話 就通訊產品 相關的統計分析 還有問訓調查 那問訓調查裡面的話 會用到像那個 比較常用的像VIL函數 因為我發現那個問訓裡面 很多人提到就用VIL函數 我發現 大家好像也只會VIL函數 那如果VIL函數做不到怎麼辦 那就沒責了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 當然還會用到VIL函數以外的函數 可以讓你快速的把一些 本來很花時間產生的資料 很快的 向右向下一次就OK了 沒有一直在那邊做寵物的事情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利用一些 硬體零件做消貨分析 實際上也都是利用 我們樞紐分析表的功能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逐一來講解 那第一個當然 我會先介紹我自己 大家應該對我很陌生 那 OK 這裡面 在第三頁的話 裡面有細節說明 到底這六個範例裡面呢 能夠學到哪些 包含剛剛講的幾個部分 然後問訓調查裡面 除了用VIL函數之外 還會用到INDRACT這個函數 這函數可能比較含用 還有呢 這裡面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會用到一些 比較高階含用的函數 去解決問題 因為 如果你不會這些函數的話 那你的問題也無法解決 除非你用突發煉鋼 那突發煉鋼當然是 非常浪費時間的 所以喔 主要目的啦 當然以後你 就是不要再用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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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再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每天都在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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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當然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這些動作都不需要 因為很快 只要重複的事情 這個應該是程式最大的優勢 重複做 OK 所以以後記得喔 如果你每天重複做的事情很多 那表示喔 你一定要學習 不然的話喔 你就 永遠會做不完 因為資料量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大數據的趨勢喔 不可能解緩的 而且資料量產生的速度喔 應該會永遠 比你想像中 還要多太多 所以以後啦 我覺得喔 你們需要的能力就是 快速處理資料的這部分能力 如果你沒有去背的話 哇 那你會一直都會很忙碌 OK 那怎麼做啦 那最最最低標準 你一定要學會 Excel的所有函數 他都要250幾個啦 他不是叫你每一個都去 去背喔 其實他有一個固定的使用方法 你只要把那個方法喔 瞭解 那個邏輯清楚 你就知道該怎麼使用他囉 因為他是固定的 所以即便那個函數你從來沒用過 你只要知道上面他問你什麼問題 你提供給他什麼資料 他就幫你把資料提供給你了 OK 但是呢250幾個函數很多嗎 當然沒有了 很多問題還是 在Excel裡面函數沒有的 怎麼辦 這個時候喔 你就需要學VBA了 所以常常同學會問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功能 你們拿個函數可不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嗯 沒有 怎麼辦 那寫VBA吧 OK 所以啦 這個當然是一個階段性的 那我目前喔 我們這個班因為還是基礎班 所以我後面喔 像那個程式只是跟你們講 當然我不會在課程裡面真的講程式 我只是給你們方向 所以也就是你們要努力的其實還蠻多的啦 我覺得如果你希望你未來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 然後進而很有品質的話 那可能你要 我覺得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在學習啦 這個投資報的手率絕對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我看到喔 有一些很多的案例 我的學員裡面喔 從那個每天都不斷加班 再到喔 他整個人突然感覺起來 哇就是 第一個啦 自信心建立 第二個 感覺很從容 改變其實就還蠻大的 從自信心建立喔 我就覺得因為他在職場上面喔 得到老闆的肯定 是對不對喔 然後得到同事之間的讚賞 對不對喔 然後第三個呢 他的家庭也能夠兼顧到 OK 為什麼 因為他有多時間不用加班嘛 不用加班的話呢 每天當老婆小孩都可以看到他嘛 那不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嗎 不過前提就是當然你必須要 很快的把事情做完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把這個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呢 還是會說一下喔 那Excel的版本喔 因為大家的版本喔 都不一樣 所以之前上課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講的版本跟你的版本 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你有些功能可能會找不到 那怎麼辦 先跟各位講喔 我們採取最一般普遍的啦 就是說喔 我們採的是 Excel的2007的版本 那要怎麼抓這個版本 因為基本上2007有的功能 你之後的版本也會有 OK 這跟各位講一下喔 還有好像這樣你們上班用到的環境喔 大部分也還是用到 Excel的2007 是不是 有用到2016、2019嘛 應該沒有那麼新吧 對齁 所以呢 我就沒有用最新的版本 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我們採的版本是 Excel的2007喔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待會我會說一下 如果你假設看到的畫面喔 跟我不一樣的話 那可能你的版本又會跟我不一樣 甚至有些同學是用的是 那個蘋果電腦的 那當然版本又差更多 OK齁 那怎麼辦呢 其實既然裡面功能應該都有 只是說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有一個跟資料庫有關的齁 那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找到 我很簡單齁 你就是 網路上其實我放了蠻多東西的 你在那個 Google搜尋吳老師這個關鍵字齁 在第一個連結就是我的 我的教學部落格 然後 其實第二個 或者是第三個吧 我不知道哪一個 反正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如果剛剛說一下 我的YouTube頻道 剛剛沒有在清單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OK 然後還有我的一個論壇 其實上面也有 你們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其實裡面的話呢 會有蠻多 相關的補充資源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話 你可以Google吳老師這個關鍵字 第一個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那我上面會放一些 有關我教學的 這個一些分享 包含就是我的上課 在哪邊上課 然後有一些 可能 舉一些例子 不過這有些 是屬於VVA的 難度會比較高 另外底下也會有一些影片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做 參考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 這個麻將心法 這個跟我沒關係 OK 然後 還有我的教學論壇 這個是我的教學論壇 那我歷來教學的東西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 我的論壇裡面 那其實有做一些分類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資源 甚至呢 你們在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 YouTube 上面 應該很容易找得到我的影片 因為我在 YouTube 上面 放的影片數量 超過一萬個影片 因為我從2015年吧 上課 就 會做錄影的動作 然後呢 也會把影片分享在 YouTube 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 Excel VBA Excel 教學 相關的影片的話 應該 不會找不到我的 可能呢 甚至也只會找到我的 因為我放太多了 OK 這幾乎被我洗版了 OK 所以為什麼會找到我 其實很多原因就是 反正我曝光量太大 但是其實我剛開始的初衷 並不是說 我要打廣告 或者是我要做什麼 反正我就喜歡分享 那我還有啦 有一點就是我想要把 所有的學生都教會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 你自己看 你回去自己看 你沒看你的事喔 OK 我已經講了 我有錄了 我做了 你沒看 好不好 不是我的問題 OK 所以就不會有人抱怨 我說 老師你不會教欸 你都沒有 你教太快了 我都聽不懂 不會啦 很多都會說 老師不是你的問題 我說我幫你當掉 老師不是你的問題 是自我自己翹課 OK 所以 已經都做了 OK 另外的話 還有放一些東西在雲端上 所以我雲端上 也蠻多的東西啦 資源其實相當豐富 如果你後續想要多了解的話 不妨再看 再了解 那在我的相關簡歷喔 剛剛有提到 Google 不論文文我大概發了上千篇的文章 反正大概這二十年來 反正有時間就寫一些文章 那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的話有兩個 訂閱人數的話有一個三萬三 那之前有創業經驗 也拿過那個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然後城市撰寫的經驗大概應該快三十年了吧 那目前的話呢 除了在業界之外 也有在學界 像台思大 還有東吳 東吳有開遠距教學 其實也都教你們現在學的東西 只是比較難一點點 然後還有在原製等等的 然後其他在東吳推廣部 像質量工業基金會等等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企業訓練 還要像你們現在這種狀況 直接把我找到這個企業裡面來上課 這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也不少了 OK那其實我覺得公司其實還蠻有心的 直接把老師叫來上課 真的是蠻覺得算幸福企業的 不然的話很多人他們 還要自己跑到外面上課 還有有些公司算不錯的 還讓他們出學費 我說你們怎麼 他說公司幫我們報名 然後付學費 很好了 有些是自己出錢的 公司不會幫你出錢的 大概是這樣 介紹一下 其實不是很重要 你去Google一下我就知道 那我也拿了一個獎項 這也是大概 錦上添花 教學卓越獎項 趨勢先鋒獎項 等等的 那我的證照大概三十幾張 最近拿了一張有關大數據分析的 跟Power BI的那個 微軟的原廠證照 OK 然後還有像Python等等 所以這相關的東西 我也會花一些時間去 去準備 反正按照其他我的訂閱頻道等等的 那再來的話 有關參考用書 這個參考用書的話 我是蠻推薦這一本 其實還蠻簡單的 他寫的我覺得還 至少啦 所有書裡面 看起來應該是最清爽的 這個叫什麼 集學集用 超簡單 Excel分析 OK 這一本書 奇飄的 OK 然後 但是啦 我是覺得像看書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沒有連貫的動作 而且有些地方 如果你做不出來 你就卡住了 所以我會把什麼 把書裡面的姿勢 把它變成一連串的動作 直接做給你看 然後呢 確定你是會做就好了 不然的話 有時候說 有些動作啦 你用文字敘述 敘述 我說說 所以有時候寫電腦書 還真的很累 其實就出光碟就好了嘛 我就講給你聽 做給你看嘛 如果我寫那麼多的話 你不一定做得出來 看得懂 OK 那再來的話其他 另外還有一點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 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有一些概念 你一定要有 就是你要做的那個統計分析的那個欄位 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做樞紐分析 所以呢 很多時候啊 你必須要產生資料的話 需要用到很多的函數 OK 如果你函數不熟的話 就真的 你要進階到樞紐分析表的應用 那就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資料不正確問題 或者是資料沒有正規化的問題 那特別之道 你不能隨便丟一個亂七八糟的資料 給出你的分析表 他不吃了 還有 盡量給他的資料 一定是正規化 什麼叫正規化 簡單講講 就上面是欄位評稱 下面就是你的資料 那盡量的 不要什麼一堆 控列 什麼的 有沒有 控列 那就不要出現 就盡量長得像那個資料庫裡面 那個資料表的樣子 丟給他 他就會吃 那個欄位一定要有 另外的話 不要用跨欄字中 有沒有 跨欄字中 合幣儲存格 那些都不要用 因為你用了之後 他就 沒辦法抓到你要的資料了 因為跨欄字中 實際上他是 只是 多個儲存格裡面 其中有一個儲存格 是有資料的 其他儲存格是空的 那你如果問一個樞紐分析表 他就看不懂了 他就有些資料 認為是空的 所以怎麼辦 你一定要先把樞紐分析 合并列印的分析 先把它 什麼 恢復回來 然後把它變成 每個 �追蹤櫃裡面 都要有資料 那你再唯給說 你才不會 才會錯誤 不然的話 錯誤會很大 那 以Sale部分的話 我要蠻推薦這本 這個468招 就是468個範例 幾乎的話 所有的函數都包含 250幾個 這邊應該都有相對應到的這個函數範例 如果時間可以了解 其他的話當然在行有餘力 如果你的程度稍微比較好 我建議你可以再學習所謂的這個VBA 裡面的話其實可以讓你的工作 就是Excel裡面的函數 如果不存在這個功能的話 那你是可以把它變出來的 自己寫出來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那個工作 它的動作或者是流程越來越複雜的話 越複雜的事情越適合用它 簡單的事情還可以用簡單公式完成 所以這個延伸性還蠻大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VBA之前 其實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應該錄製聚集有聽過吧 有沒有 錄製聚集 有知道這個東西吧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全部把它錄下來 它會自動幫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你會重複做 有沒有 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你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它就重複就跑過一遍 如果重複的 就再按一下按鈕就好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的話呢 有關那個相關的補充資料 在這個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有一個程式碼 假設在那個我們講義裡面 你要打字 怕打錯 或打不出來 那沒關係雲端上可以用Ctrl-C,Ctrl-V 它上面已經有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掉這個資料的話 你直接把這個gg.gg 這個pilot tables 這個 你就直接把它放到 我們雲端上面 然後把這個網址給貼上 Enter一下 那就會連到 當然前提是 你 可能要用你們自己的網路 如果用內網 好像沒辦法連到Google 那我是用我自己的網路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的話呢 分為基礎版 基礎版裡面的話 就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或進階版的說明 那你可以 把這裡面的檔案打開 然後可以做一些參照 OK 我會把一些東西放在雲端上面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一下 第一個範例 所以 請各位 第一個 先幫我開啟那個範例第一 因為大概我們六個範 六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 我們 其實也蠻緊湊的 那 第一個範例呢 我希望 利用這個範例呢 找出什麼 哪個年次的會員最多 這裡面的話 會用到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呢 叫做TES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TES函數 OK TES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ALUE函數 這兩個函數很重要哦 如果你不會的話 很多事情 你應該會說不太出來哦 OK 尤其是TES 用到的非常多 尤其是VALUE VALUE的話呢 其實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 沒有 沒有的話 很多時候 所以有同學 在那個問卷裡面說 那VALUE函數常常找不到資料 明明一樣對不對 但是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形態不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些數字哦 它實際上 它的形態 並不是數字形態 它 不是數字 它是什麼形態 它是文字形態 好 那你在以示範裡面的話 看到都長一樣 差別啦 可以有幾個地方可以判斷 靠左跟靠右對齊 如果文字的話 一定是靠左對齊 如果是數字的話 一定是靠右對齊 有時候可以 如果你沒有加任何其他 這個格式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 那它怎麼轉型 特別是說 你可以用VALUE 這個函數 可以怎麼樣 把文字轉換成數字哦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將來要比對之類 有時候比不出來 像VALUE函數奇怪 怎麼就找不到你要的 怎麼看起來都一樣啊 為什麼找不到 可能這個 大概要注意一下 那至於怎麼操作 待會的話呢 我會跟各位實際上來做 那再來的話呢 前面資料處理完之後 後面我們就可以把報表 跟這個圖表 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情 幫我開啟那個練習檔 在範例檔裡面的話 找到這個電信業的會員手機號碼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你是從網路下載 上面好像是啟用編輯的按鈕 你一定要按 如果沒有按啟用編輯的話 它相關功能不會出現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我們需要做幾件事情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F欄跟D欄 這兩欄的話 其實主要是根據D欄 OK 那這個手機的這一欄 其實主要是要把什麼 如果今天需要什麼 把這後面三個欄位的資料 變成什麼 一個手機號碼 其實這個0911 有沒有 它規則是09 所以0911 然後一槓 這邊如果沒有三碼 自動補一個084 如果沒有三碼007 然後把這個結果什麼 放到這邊來 當然不是這樣 你突發鏈鋼 如果你突發鏈鋼 自己打0911 那如果會員數量幾萬個 你被打到下半還打不完 所以你需要用公式 那這個公式如何產生 上面其實有提示 你可以用M的加REP加L1 不過其實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建議 你可以用TEST函數 TEST函數其實最快 OK 第一個 這個手機 第一道問題如何做 第二道問題的話 年次 年次的話 指的是什麼 前面不是有生日嗎 那生日部分的話 我要怎麼樣 把生日裡面的前面兩個字 把它抓到年次 這個生日 這個是民國年 剛好是民國年 其實要把其實放在年次裡面 那怎麼做 那不是像你用打的 當然你可能一個問題 然後是我用過一個函數叫LAPS LAPS應該各位用過吧 插入函數裡面找文字 文字排列L開頭的 LAPS LAPS是從左邊算過來 左邊算過來 所以按LAPS按確定 插入那個文字類的 裡面就會有那個LAPS 然後按確定的話 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是你要幾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不過你會發現 你會取兩個字的話 輸入兩個字 LAPS是幾個字 兩個字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出來的結果會怎麼樣 出來結果呢 居然得到的 不是你要的 你要的結果 兩個字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得到了 明明前面兩個字是70 那為什麼出來是29 OK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也是全不錯 那為什麼 怎麼辦 關鍵點 還是 在 所謂的 TEST函數 所以這個TEST函數 如果你會的話 就可以解決 現在看到的這兩個問題 TEXT這個函數 有用過嗎 沒有 這麼重要的函數 沒有用過 這樣你可能沒辦法找下班 這有時候 有些東西廢的你就可以做完了嘛 那不會的話 你就是慢慢來嘛 那怎麼辦 要想辦法 不然就要找同事嘛 問協領外的同事 還有留言說 經常要麻煩同事 做不出來 找一個厲害一點的 幫我弄一下 那你不是一直欠人家人情嗎 一直要找人家幫忙 對不對 OK 不過哪一天你也可以幫人家忙 是不是 這簡單 不過會的話還是要低調是不是 OK 不然事情會做不完 好 請問試一下 開一下這個 把這兩個問題先試試看嘛 待會的話 我就會用 我覺得啦 最簡單的方式 你應該要知道的方法 告訴各位怎麼做 最簡單 OK 哪個方法 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 因為我就是這樣在做事情的 真的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順著這個 這個 規則走 你就很多事情就做完了 其實我覺得 還蠻愉快的 所以有時候處理資料 感覺 所以一盤小商 但對別人來說 好像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對我們來說 好像沒什麼嘛 所以我還蠻樂意分享 因為感覺 有點刷存在感的那種感覺 感覺自己非常有存在感 對 好 可以試試看 這要怎麼做 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 利用所謂的 TEXT的這個函數 解決這兩個問題 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 細部的跟各位說明